它這個是能夠擦臉、擦身體 然後可以加進你的任何保養品裡面之外呢 它也可以拿來擦頭髮 超神奇 腳砂有意義就是冬天才能夠使用的啦 是嗎? 你是選叉叉還是圈圈呢? 答案是 噔! 是錯的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你的保養達人 崔咪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很多人都在討論的 美容油的保養法 為什麼會發現到這一點呢? 就是我最近滑很多手機 就看到很多日韓的女生在推薦一個保養法 叫做以油養膚 因為畢竟就是我個人對於所有的很多的保養方法 我都會非常非常有興趣 也想要親自去嘗試看看 然後我在看這些分享的過程之中 其實我就發現到了一個問題 他們很多人在分享這些過程的同時 他們其實並沒有講一些 必須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其實今天呢 主要就是整理了 第一個它適合什麼樣的皮膚的狀態 第二種就是呢 有什麼樣的地雷 我們記得不要去踩到它 然後第三個呢 我今天整理出十大 我自己全部對於這些美容油 我該怎麼樣去使用它的極致用法喔 所以今天影片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 記得看影片之前呢 要怎麼樣 你先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變美的機會喔 而且最後影片我們還有抽獎 好啦 那今天影片開始吧 第一種呢就是乾性肌膚跟混合型偏乾的皮膚的人 那如果你本身就是已經有很多粉刺跟痘痘的人的話 我會建議可能先把你的皮膚的粉刺跟痘痘的問題先解決 之後呢我們再來去用今天的保養的方法 然後第二種呢就是無光澤的那種 有些人的皮膚你會發現它很像就是沒有光澤感 然後沒有彈性 摸起來鬆鬆垮垮的感覺 覺得好像很像一坨 怎麼樣 麻糬嗎 還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毫無生氣的皮膚 那第三種呢就是醫美術後的皮膚 我知道現在大家很喜歡去做一些雷射啊 皮苗啊 或者是一些拉提的一些醫美的療程 那這些療程其實它都伴隨著 像是一種破壞皮膚後再重建的一個概念 那這時候其實我們皮膚後續的保養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第四種就是屏障受損肌膚 像我之前就有問我一個朋友 他就是臉上乾的不得了 一開始我還不想要很認真推薦他 我就你就去擦保濕產品啊 他就去買了什麼類似水狀的那些保濕產品 他覺得這樣就夠了 結果後來我過一陣看到他 他臉還是很乾 然後他就跟我抱怨說 他明明就有擦我推薦他的保濕產品 為什麼還是沒有用 OK 因為他本身的腳質層已經受損了 他可能太長期處於一個乾燥的狀態 就像你的城牆的那個門 你的門都已經壞掉了 所以你再怎麼去送一些養分進去 他都留不住他你知道嗎 所以他就要用今天的以油養敷法 先把這些城牆的屏蔽先修復好之後 你擦這些水狀的保養品 才會是有效果的 我覺得第一個是選油 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今天去試那個質地就已經過於濃厚 你擦臉上你都會覺得有一種悶悶的感覺 有時候那個就會非常容易製痘或是製粉刺 會讓你臉上長一些東西 所以輕盈的油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後再來第二點是 我個人覺得如果今天裡面有添加一些香精成分的話 你是容易敏感皮膚的人的話 你可能要先試一試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再去使用它 那我今天用以油養敷法 我就是用這個 大特務他們家的角砂修復潤澤精華 之前已經有另外一支影片推薦過了 那這個是大罐妝的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它最近康四眉就是直接出三倍大的大罐妝 然後它是可以直接用牙的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方便 推薦給大家這樣子 那我先分享一下 因為它裡面主要的成分是角砂油 跟有另外三種 就是 加威夷堅果油 有機摩洛哥堅果油 深海褐藻精脆 白羽扇豆精脆 杜砂藻精脆 它其實是一個比較富方型的一個 精華油這樣子 它不是只有單純的角砂 之前其實我皮膚 有一陣子有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就有去看過皮膚科醫生 我就說為什麼我皮膚擦什麼 好像都覺得好像很乾很乾的感覺 那時候醫生就有推薦我說 你可以去買角砂油的產品 然後那時候其實之前 醫生推薦我其他的品牌 我就有查過 我覺得擦起來有一種黏黏厚厚的感覺 所以那時候對角砂這個印象 我覺得說並不是非常非常好 雖然它修復角度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後來我用到他們的大特務之後 我才發現說 原來角砂油也可以有輕盈的這種質地 那為什麼他們家會比較輕盈呢 第一個是因為大特務他們家的角砂油 是來自於法國南部的百年莊園的橄欖 然後裡面萃取出來的 720克裡面只能萃取出1克 所以你們知道那個東西有多精華嗎 大的就是他們家為什麼油 可以這麼這麼的輕盈呢 我一定要用給你們看 他們家25道的超微分子冷壓素 讓它的油變得更輕盈更好吸收 所以我就覺得 的確跟我之前使用過那種 濃濃厚厚的感覺有點不太一樣 這樣子 這他們家的角砂油厲害的地方 那第二個大家很容易犯的誤區呢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角砂油一定就是冬天才能夠使用的啦 是嗎 你是選擦擦還是圈圈呢 答案是 噔 是錯的 角砂油的以油養膚法呢 其實是針對你皮膚的狀態 可以去做增檢去受使用的 像我剛才前面就講的 如果是乾肌受損肌 如果是前面狀態的肌膚的話 基本上你根本不用等到冬天才要使用嘛 因為你知道嗎 遠水救不了近火啊 你現在已經皮膚已經是這個狀態了 還想說等到冬天使用 冬天你的皮膚都已經垮台了 你根本用什麼都沒有用了 你知道嗎 所以真的 要做你自己皮膚的醫生 你皮膚需要什麼的時候 你就要立刻給他補充什麼 而不是想說 哎呀我再等等吧 我再怎麼樣什麼之類的 千萬不要這樣子好不好 第一個呢是輕盈鎖水髮 那這個呢適合使用的時機呢 是你擦完所有的保養品之後呢 我們就第一兩滴這個大特物的腳上修復警劃 非常非常少量就好囉 然後呢輕輕的用手指呢 按壓在皮膚比較容易乾燥的地方 這樣輕輕的按壓 我們就可以把剛才所有的保養的養分 就是把它封存在我的皮膚裡面 讓它作用 那這個方式非常適合在夏天使用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常常會吹冷氣 可能吹一整天這樣子 它皮膚的缺水的現象 其實會比你想像中更嚴重 所以呢 用這個輕盈鎖水的方法呢 可以幫助你的皮膚恢復柔嫩之外呢 保濕力呢 也會恢復成之前最佳的狀態 大概五分鐘左右吧 它就吸收進去之後呢 皮膚就變得嫩嫩QQ的感覺了這樣子 然後 用這個面紙 它完全不會 黏在我的臉上 你們知道嗎 很像一個那種油膜的保護瓶上的感覺 就是你皮膚擦的那些精華的東西 全部都包在裡面 我覺得很舒服耶 它的效果 那夏天的建議用法第二種呢 就是直接在你 覺得太過於清爽的保養品裡面 你直接加一滴那個角砂刃的修復計劃就好了 像我有時候會買一些新的保養品 然後因為沒有太了解它質地的關係 所以買回來之後就會發現說 欸擦了之後 我覺得效果不是很好耶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拯救我們原來 保濕效果沒有那麼好的保養品 直接滴進去 你原本覺得沒有那麼保濕的保養品就可以了 然後呢 你就這樣子稍微混合 我覺得它的效果 比你直接滴那些玻尿酸的效果 真的會更好 你就可以直接一次 把你原本覺得沒有那麼好用的保養品 去做一個拯救之外呢 也可以是同時達到護膚的目的 那夏天的第三種建議用法呢 就是呢 我們不是超級在敷面膜嗎 那我們可以在敷面膜之前呢 一樣使用這個修復精華 可以提升它面膜的濕膚的效果 它等於是增加了上次它的抓局 它的抓水力的概念 然後它有修復我們的角質層 如果你今天的皮膚有一些狀況的話 其實很多情況都可以先用這個 腳上認子的修復精華 它在前面之後呢 接下來呢 我們再去敷面膜 或是擦化妝水啊 其他的方式都可以 好 那接下來我就要敷面膜給大家看啦 我覺得現在其實蠻多面膜都蠻好的 就是它們都沒有加一些增稠劑 所以它們的精華其實都是那種像水狀的 但同時間有一個缺點就是它很容易蒸發 然後非常容易蒸發之後 你就會發現有時候敷完之後 你的皮膚怎麼比之前還要更乾的感覺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個先打底之後 你再敷臉 就不會有我說的剛才那種 越敷越乾的情況 它的原理其實是同時幫你 肌膚補水之外呢 同時也幫你去補充 肌膚正常應該有的優質 這樣有水平衡之後呢 皮膚才會真正的漂亮跟健康 給大家看一下敷完的效果 臉都是那種摸起來是嫩的 然後是乾爽的 真的比很多護膚油真的好用 那第四種用法呢 我們可以用在就是擦化妝水之前 這個其實比較適合 就是整個皮膚其實已經有些受損 它沒有辦法吸住這些水分東西的時候 就可以先用這個絞殺潤澤修復精華 它可以深層潤澤跟修復你的皮膚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再擦水分的東西 這個方法是反過來使用的 我覺得還蠻妙的 那這個就是適合 當你皮膚已經沒有辦法正常的抓取水分的時候 對 你就先用這個絞殺潤澤精華 先做打底 做完打底之後呢 我們再擦化妝水 你會發現原本那種超級快 就是覺得說 欸 擦完之後化妝水怎麼那麼快 就清風乾乾的感覺 會讓它消失 它會讓你臉上的潤澤感會停留 那前面有分享過 就是如何用絞殺潤澤精華呢 把就是比較不好用 比較不保濕的保養品 變成比較適合目前皮膚狀態 比較保濕型的保養品 那同理可正呢 我們呢 也可以把它用在 覺得太乾的底妝上面 那這個底妝呢 其實我之前剛買的時候 覺得非常非常好用 但是呢 我後來在用的過程之中 我發現 欸 皮膚可能就後來保水度 沒有那麼高了 所以呢 我自己在用的時候 我就會發現說 哇 它單擦起來 好乾喔 有沒有 有一種厚厚的感覺 所以呢 我就在裡面這樣子加 一滴就好了 我覺得大概是粉底二 然後精華一 自己去選擇 但是它真的很 非常好混合 而且不會分離的那一種 然後你看塗完之後 它就會變得 超級貼膚 非常非常貼膚 貼膚到不行 那我現在試用在臉上 讓大家看一下 天啊 好貼喔 而且讓我的底妝 完全不會有粉感的感覺 等於我原本的底妝的優點是 它是非常比較厚一點點 然後比較乾一點點稀油 然後我現在用這個加入之後 它變成極貼妝之外 它的滑順度也變得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這個方法呢 也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今天手邊呢 有這樣的粉底的話呢 你也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去拯救一下 你過乾的粉底喔 那第六種用法呢 可以單獨的當作精華使用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 非常懶惰的人的話 我非常適合就是 你洗完臉的時候 臉上還有一點點濕濕的時候 直接使用是最好的 那我先量一下 我洗完臉之後 如果我是沒有擦任何保養品的情況之下 的保水度是多少 如果我沒有擦任何保養品的情況之下 我的保水度是27 超低耶 好 那如果我今天是洗完臉之後 然後呢 我直接擦這個 精華 然後用按壓的方式 對 去幫助你重建你的健康的皮脂膜 然後它可以鎖住你的水分跟浮平細紋 這時候呢 我們再來量一下 肌膚的保水度 它會變到39 已經進步非常非常多了 那如果今天也是洗完臉之後 臉上有點微濕的狀態之下 直接像我剛剛這樣子 按壓這個絞殺精華的話 其實它效果保濕度會更好 它可以把這些保濕的成分 鎖在裡面之後呢 變成一個保濕的品上 就不會讓肌膚有那種乾乾的感覺 肌膚的彈力也會比較好 第七種呢 是全臉的一個醒膚SPA 我自己超級愛用這樣的方法 幫我的皮膚做一個深層的喚醒 那方法呢 是我們可以洗完臉 或者是晚上有空的時候 我們先準備一個毛巾 然後呢 上面就是用熱水 熱水大概40度左右就可以了 先讓毛巾溫溫熱熱的 然後呢 我們先做一個濕膚 大概30秒到1分鐘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把它拿下來 好 那這時候臉上還有一些水分 不需要去管它 然後呢 我們就使用大概 10元硬幣大小的 腳上任者修復精華 然後呢 就開始 按摩 但如果你之前用一些保養情懷油 你非常容易過敏 或者是容易長一些 就是粉刺痘痘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試著用這一塊看 因為它的成分的關係 所以它的質地真的比起它的保養 來說 輕盈非常亮的 你有說在按的時候 你眼上會有那種 啵啵啵啵啵的聲音 是正常的齁 那皮膚裡面都有氣節 還有人中 建議一週兩到三次啦 這個是真的是最天然 最省錢的拉提的方法 我跟大家講 那按摩大概3到5分鐘之後呢 我們一樣就是拿剛才的毛巾 然後要呈現 我們如果熱熱的狀態 如果已經冷掉的話 就可以再去用熱水 稍微的弄一下 大概40度 不要用到很高 我很拜託 然後一樣輕輕的 我們就是一樣的去熱敷它 第八種呢 就是油膚法 非常適合就是 醫美術後的皮膚 或者是你想要快速去修復 你皮膚受損的狀態的時候 這個方法非常適合 這個時候使用 先用化妝水噴濕我們的臉之後呢 我們就用小沙潤的修復精華 就是大量的擦在臉上之後呢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準備化妝棉 一樣是濕的狀態 然後呢不要小氣的 就是直接滴上小沙潤的修復精華 為什麼像一些雷射啊 或者是一些醫美術後 我們要特別照顧我們的肌膚的原因 就是因為呢 其實這座肌膚已經受到一些傷害 一些損害了 如果你還是用一些刺激性的保養品 去刺激它的話 其實你的皮膚 有可能會反黑 或者是傷害的更嚴重 譬如說你已經預約了下個禮拜 要去做一些雷射 或者是一些蛋斑啊 打麥蔥光啊 皮苗這些療程的話 我會建議前一個禮拜之前 你就可以開始密集修復你的皮膚 不要用酸類的產品之外呢 你就可以用這個油膚法 讓你的皮膚達到一個最佳最佳的狀態這樣 它等於是讓你皮膚的油水 全部都有補充到 所以皮膚真的是亮到像一個 像鏡子嗎 還是什麼之類的 對 重點是吸收做的也是粉嫩的 不是那種油光滿面的感覺 然後呢 建議油膚把敷完之後 你再擦一些乳液之類的東西 讓它的效果可以更持久 那同時間呢 除了臉部的修復之外呢 我們其實連我們的身上 包括呢 像是我們的手肘啊 或者是膝蓋啊 或者是最可怕的就是 腳後跟的地方 對 這邊非常容易乾燥 那第十種用法呢 就是我們可以用在我們的重點部位 像是嘴唇的地方 我自己嘴唇的話 其實洗完澡之後 我也會這樣子去使用 就是塗在嘴唇上面 它可以當作護唇油 然後或者是指緣油 基本上其實身上所有乾的地方都可以使用 甚至它可以拿來怎麼樣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 拿來當頭髮的保濕也可以 你擦在髮尾的地方 如果你今天家裡面 不想要瓶瓶罐罐那麼麻煩的話 其實它這一罐的效果 真的是非常的多用 你看我這樣擦完之後 原本那種很乾燥的髮尾 它擦完之後 它就會有保濕的感覺 效果太多元了吧 因為一般擦頭髮的油 又不能拿來擦臉 它這個是拿去擦臉 擦身體 然後可以加進你的任何保養品裡面之外呢 它也可以拿來擦頭髮 超神奇 好了 那大家今天看完十種 我分享給大家的美容油用法之後 你們最喜歡哪一種呢 或者是你們自己有什麼其他厲害的方法 也可以分享給我囉 然後今天這一罐 那個大特務的 那個絞叉潤澤 修復精華 它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萬用 那我其實之前在另外一支影片 就有分享給大家過 它的用法 已經非常非常厲害 而且甚至連我身邊好朋友啊 或者是連彩妝師 都非常非常大推這一罐 那它最近就是在康氏眉 直接推出大罐妝的 我覺得還蠻值得去買的 大罐妝的是 這個這麼大大小 101ml的 而且它還有附丫頭 它直接可以用這個 丫頭的方式去使用 這樣子我覺得更方便 真的 記得看完這支影片之後 分享給你身邊需要的朋友們 然後影片有什麼樣的問題呢 歡迎留言在底下 如果比較不好意思 直接問的話 也可以來IG或是粉絲團私訊我們 我們私下回覆你這樣子 影片的最後呢 記得要留言給我今天看影片的心得 就是哪一個用法讓你覺得最生活 天啊我也要這樣用 或者是你有一些很厲害的方法 也可以分享給我們 讓我們知道囉 我們今天影片會一樣會抽出 就是大特務的潤澤修復精華給大家這樣子 好了那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分享 我是你的保養達人 催咪 然後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我們才能夠一起往更美 更好 更年輕的路上前進 好啦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